大家好 歡迎來到BeYer 頻道 這次我們又有儀式在深圳吃好東西 有沒有看回我之前有幾段影片 是拍攝香港的 記得支持訂閱 這次我們深圳去黃庭廣場 吃一間很高性價比的順德菜餐廳 猜不到真是超便宜的 你看這個飯 直接在面前拌 加上蔥 辣味香味 還有少許飯焦的感覺 吃完想再吃 還有我們連續吃了三碗的雙皮奶 吃完想再吃 真是超高性的霸併 事不宜遲 Let's Go 今天我們就在這個屋子口岸 直往皮梯廣場 去回典中心吃 我們很快到回典中心 乘客站來到回典中心站 去到邊 我們今天是黃庭廣場 C出口 C出口就是平平平常常隔離黃庭廣場 我們這站的 說這麼快就去了小順天 滋味順德 吃這個順德菜 看到了 開放式廣房 看到我把出來的 招牌也來錄我 店內環境就是一般比較窄的位置 而且比較熱 今天我們就去了這個滋味小順天 順德菜 我也是在網上看 大家介紹的好像挺好吃的 看到這個是招牌 有三個招牌必吃的 我們都點了今天一個好我自己養 68元 一個泥牌 其實也挺好吃的 因為吃完了 挺好吃的 可以來一試的 這個魚我們就沒有點到 因為怕太熱 不想再這麼熱吃 這個叫做38元 必點的香煎鱗魚餅 拼麵魚餅 這個我不太推介了 味道就有搬搬 它沒有什麼魚味 麥魚味也沒有什麼 真的勝利是彈的 裡面的底味也不錯 胡椒味也有一點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吃呢 就不一定了 裡面也有一些湯 例如廣東美湯也不買了 夏天夏日 反而我們點了一個 魚皮拌起 胡椒水起 沙拉Muffin 雞肉我們也沒有點 因為已經有鵝了 其他也沒事 反而我們這一欄就試了一個 就試了這個魚餅 這個魚餅是可以吃的 抵食的 不錯 每個人都有兩碗 不錯 這個不錯 必點的雙皮奶也很好吃 價錢不貴 12元原味 13元就多了紅豆 紅豆也挺好吃的 而且不是粒粒的 是融化的 這個紅豆 我覺得它的份量比較少 可能價錢比較便宜 回來煲仔飯也不錯 如果我剩39元價錢 給你吃 大部分兩碗左右 可以的 其他我們都沒有點了 平均是30-40元左右的餐 一碟菜也是30-40元 又不是真的貴 我們都點了一個爽脆 爽脆煮的山腸 這個就完全不合格了 這個可以不要點了 味道也不夠鑊氣 而且香腸是獨立的 味道不是炒在一起 配料也有生蠻蠻蠻蠻的 好笑 其他也要看回了 這樣就看回來了 其實它的餐牌也不是太多 一頁紙 兩頁紙都解決了 有些羊辣椒 有些黑叉燒 500-500元 因為來到吃 如果一班人吃 真的不貴 試到不同的特色 我們可以試其他味道的菜 因為我試了幾個 推薦的可以試 其他就可以再試其他 因為值得推薦就不好吃了 記住 這個魚羹呢 它裡面的這些是 平常吃的那些蛇羹的木耳 那些魚肉 還有很多魚蓉在裡面 胡椒粉也很重的 那些青瓜絲 挺好吃的 它又不適合的味道 很有鮮味 有魚的鮮味 還有一些米粉在裡面 挺好吃的 再試一下 它的味道有點像一些蛇羹的味道 但是沒有去到這麼濃烈的 但是魚味很重的 很爽的 來的時候應該更爽 應該有些花生在那邊 吃順利的當然是吃爽的魚皮 這個不是生的 它才出現了的 這些都是青椒絲 紅椒絲 切得很漂亮 條條都差不多一大尺 好吃 這些芽油味 做芽油味 真的要加一些底味 不是只有芽油味 加一些湯 一些米加進去 很精神 快點吃到很棒 這個真的挺爽的 還有一些味道 它有一點薄荷 加一些薄荷味 少許薄荷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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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荷味 辣味就不是太多 OK的 不用太辣 我試一試這個 這個就是 鯪魚餅 這個就是麥魚餅 這個就是麥魚餅 這個鯪魚餅 鯪魚餅是招牌食物 必食的 三味 必食 鯪魚餅 招牌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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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我再吃一個 就是滷果 試一試這個 這個鯪魚味 真的差一點 底味會更多 但也很爽的 鹽味就好像鯪魚餅 少了一些鯪魚餅 很爽的 但是很爽的 挺好吃的 好像不是吃鯪魚餅 這個就是 我給了評價 這個 再來試一試這個 蜜魚餅 這個 蜜魚餅 這個 這個樣子很漂亮 因為它是金黃色的 煎得 大家看到 金黃色 兩邊的脆脆口 鯪魚餅的味道都差不多 這個 蜜魚餅它多點料 但還是差不多 味道 勝出夠彈 這個 這個就是第二個招牌 就是這個 金牌的鳳城鯪魚餅 好像很棒 老婆說 好像一般般 看起來好像比較瘦 一點點 我選我最多一口吃 手餅 很瘦 味道不同 不會太濃烈 好像很瘦 不是 它是不硬的 無重發現 它的鵝 是挺滑的 它不硬的 感覺是挺好 做得 鵝的質地挺好 但味道好像 不是那麼複雜 有時候我們吃的鵝 鵝是比較複雜 很多味道加進去 又甜 又鹹 又是嗜香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叫做 太鵝的味道 反而它不是那麼像鵝的味道 這個招牌好像也是合格 正合格 這個 和我們玩回一些分數 這個 這個鵝招牌 雖然它真的不是那麼鹹 是可以的 連合香港人的口味 或者現時人的口味 不會那麼鹹 但我都這麼說 它的味道真的很複雜 它是吃了心思 有些煙升出來 它是用來的 而且可能吃某些部位 會很棒 如果喜歡吃頭 它就不會太鹹 這個頭位 吃頭會很棒 它不會太鹹 慢慢拌就很棒 它不會太鹹 吃到吃不到 因為它會越吃越鹹 這些高度 都給它玩回一些分數 這個不差 都叫招牌 都可以吃 暫時這個招牌 都叫推介 你吃這個 鹵 又不是貴 六十八塊 超值得吃 發現那個鯪魚球 那個鯪魚滑 就不推介 那個就可以試試其他招牌 但是它好像不夠熱 好像不夠熱 鯪魚生腸 真的是第一次吃 鯪魚翔 鯪魚生腸 好像不夠熱 鯪魚生腸 鯪魚生腸 好像五粒八粒 分開了 分開了 它不是鯪魚熟 分開了 這個 這些材料是有的 但這些材料好像還沒爆夠 一般般的材料 味道完全是分開了 鯪魚生腸和材料是分開了 味道 鯪魚生腸 剛才所說 它還未說煮這麼熱 不是很厲害 這個鯪魚生腸 真的分開了 但是鯪魚生腸的味道 是挺好的 醃得沒有了 那些豬的基本內臟的味道 而且酒味都很重 而且滷水味都很足 但其實裡面的物質 醃得沒有了那種魚味 我可能喜歡吃這些乾淨的感覺 可能會比較喜歡 但我自己個人喜歡吃一些 有些原油的味道 比較多 這就是一般 這個評價不是那麼高 可能是合格以下 真的不達到水平 這個很簡單 很普通 這個不推介 這個 剛好你馬上一熱 最好吃的這些 這些飯都很漂亮 粒粒 都很漂亮 立刻一半給你吃 哇 很脫脫 米香也不錯 現場的米香是不錯的 刮一刮飯 好像奧運選手一樣 加上豉油 哇 很漂亮 很香 你看它的辣味 我覺得比較少 那些蔥也要多一點 才可以加到給我們 看到這個 這次的辣味飯 暫時是最少肉 這是全餐飯的最經驗 這個飯 不錯好吃 質地挺乾身的 時日也調得不錯 但是米粒我都覺得是比較細粒 我喜歡吃一些大粒的飯 我自己覺得口味 還有臘肉 一般味道也不太香 可能真的沒有香過 榮和臘腸這麼棒 或者一個鹹子 肉味就一般 這個排名也算是 頭幾位 因為之前我講過的視頻 有幾間煮汁拍真 非常好吃 現在 暫時是最 最後一間 但是也好吃 三十多元 也算是這樣 可以試一下這個飯 因為鍋仔飯 看著它拌 很熱的 很好吃 很大鍋 還有這個飯 我們三個吃 平均吃到兩碗 都可以吃到 都挺大鍋 挺低的 雙皮 這個好像大碗 這個可以試一下 挺好的 紅豆也挺軟的 這個甜品也挺划算 十三元 因為加紅豆也多一元 只是這個 我的雙皮奶 就是十二元 也挺划算 奶香也不錯 好像上次的 我介紹的那間 小X 這些甜品比較划算 所以我太太和太兒子 追加多一碗 奶香味就夠了 不是很滑 馬上做給你吃 熱 有點熱 微溫 很好吃 紅豆也不會太甜 紅豆也不錯 先說回總食評 今餐吃了 353元 價錢 可以的 性格比是贏的 最好吃什麼 也是這樣說 那個 鹵鵝很好吃 越吃越好吃 另外招牌的 那個麥魚餅 靈魚餅 就是一般的 合格 完全是吃不到 魚味和麥魚味 差點 但是性格夠蛋 我太太和朋友都說 可以的 夠蛋 因為價錢便宜了 三十幾元而已 魚皮好吃 魚皮好吃 魚羹也好吃 魚羹也是不錯的 分量都OK 魚羹分量都OK 整體上 所有餐的分量都是小的 如果大吃的話 可能要多吃一點 多吃幾味 還有甜品都是出乎以外 好吃的 然後它那個飯 都合格 以上少少的 OK的 反而最差 完全不推介 記住 鹵的山腸完全分開 炒都沒炒過 還有 味道完全分得很開 像黃河一樣分得很開 真的很誇張 所以千萬不要吃鹵的山腸 都投訴了它 因為其實 賣單說 有什麼建議 就是鹵的山腸呢 真的不行 完全不行 料都沒炒過 如果有機會來吃 尤其是有些便宜的食物 在黃庭廣場 這麼方便的地方 你可以吃一下 每人都是一百一十幾 今天就這麼多 記得支持 讚好訂閱 我們晚一點就去其他地方吃東西 是不是這麼多 拜拜